哇靠 这好重 过来看一下这个料子漂不漂亮 我看 风哥这是什么 那么大一口去哪里搞了 刚才去绿粒酱变剪的 剪了 我每天都弄过那条酱 我怎么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石头 你怎么这么好骗 我随便说一下剪了就剪了 这么好的料子怎么会是剪的呢 这是一个水晶 是我一个朋友 他送过来叫我们做一个摆件的 其实你也别说 这个水晶它蛮有特点的 你看一下它这个料子它没有裂 它以白色透明为主的 然后中间漂的一丝丝的那种红色的 像不像那种井里一样 还有就是说你看 下面后面的皮壳 外面还有一层的那个黑色 像不像海底的那种鱼裙一样 很多鱼那种 还有就是它后面带着那条皮壳 这个皮壳很好看 里面一层一层的黑色的 其实这块料子 不掉它就蛮有意境感的 但是我这个朋友 非要叫我帮他动一下 把这个红色的硬苑取出来做鲤鱼 然后边缘的这个位置 我们取一点点做一些的荷花 里面的小气泡 我们就做那种鱼土出来的那种气泡 会增加一点的那个层次感跟意境感 抛光的时候它会显然更明显一点点 旁边这个透明的位置 我们也会稍微的压下去一层 有一点层次感就可以了 然后几乎不会大动 这个水晶跟翡翠又不一样了 它那个整体会比较通透一点点 颜色也会艳丽一点 做出来的也比较显功一些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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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